你是誰 有時候是別人定義你的 然後有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去定義你是誰 這聽起來很像那種課文 很白癡 但是這是我真心的想法 一些小朋友聊聊天啊 然後也一起邀請我來看棒球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就來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看棒球這樣子 是很不錯的經驗 我覺得今天特別就跟這些弟弟們講 還有妹妹們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誰 然後找到你自己的熱情 然後就是放手 找到夢想到手啊 其實台詞都有點老土了 但是就是 也許我覺得從我的嘴裡來告訴他們 他們會覺得比較有 這個說服力或者是 不認同感這樣子 大家盡決心要有 防忍之心不夠無 然後你知道什麼不該做 你就千萬別做 我剛剛聽到你的宿外 你會覺得他們好嗎 你會覺得我總えて 我們在這種時候 你跟我們 你會覺得我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他